赖清德跟马英九所说的互不隶属 我想大为不同 马英九基本上 他是在寻求两岸 终极统一的前提下谈 国家未统一之前 中华民国分成两个地区 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赖清德完全没有统一的前提之下 就完全两回事 赖清德不接受九二共识 也不谈两岸的终极统一 那就变成就是说 你是硬要把马英九拉下来 他跟赖清德说 你如果有本事 你就宣布台湾独立 不要在外国人面前玩文字游戏 也就是说把台独 外面包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外衣 我想大不同 大为不同 马英九基本上 他是在这个 就是说寻求两岸 终极统一的前提下 谈这个问题 那谈的是当时状况 现实下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那不过他前提 是由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为什么这个很差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基本上 他的前言里面写的就是说 在国家为统一之前 那么中华民国分成两个地区 一个大陆地区 一个台湾地区 所以他有统一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那赖清德完全没有统一的前提之下 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关系 就完全两回事了 对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马英九讲的是什么 他事实上是这样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当然要把中华民国 这个存在的事实 他要讲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事实上就表示了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但是呢 不否认治权 这就是一国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这个进一步的表述 那你要谈九二共识 要谈终极统一化 你就谈的话 这个就是顺理成章 那问题就是赖清德 既不谈不接受九二共识 也不承认九二共识 也不谈两岸的终极统一 那就变成就是说 那你要跟 你是硬要把马英九拉下 马英九当然觉得很冤 不过我是觉得 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 不同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赖清德会把马英九拉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是怪不得 那个肖续成就 肖续成就发火了 对 他说 他跟赖清德 他说 你如果有本事 你就宣布台湾独立 不要对外国人 在外国人面前 把一些玩文字游戏 肖续要看美国下什么指令 他就怎么介绍 看美国怎么讲 对啊 我想美国基本上还是尽量避免冲突吧 对 这个很多就是 就是施压的形式 如果施压施到破局了 那施压也没有用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最近大陆 这个三艘 这个05大区 这个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三艘 通常到一个区域 通常都是055的话 都是单独出巡 要不然就是跟着 那个大陆的航母 他做护卫舰 那三艘集中在南海 做一个军演 时间也蛮长的 这是前所未见 当然我们张博士应该更清楚 而且他除了搭配他还有052 这一系列的这些 最新的舰 这个好军舰在这边 你知道055一艘军舰 他就有112个就要垂发 那里面什么样的东西 都可以装进去 你舰对空 舰对舰 舰对地 那 进入全方位 进入全方位啊 你 你比如说那个 英级21的话 你可以装 这个战术线核导弹的 弹头啊 你的射程 起码1500公里啊 而且他还是怎么样 他还是这个 所谓的超高音速的 最后 最后这个 最后阶段是死马赫的 所以这个 三艘放在一起 这个真的是 我想 如果专门针对菲律宾的话 我觉得有点杀机用牛刀了 我现在美国方面 就是听到说 除了表达关切以外 您觉得他们会有 实际的什么作为吗 实际的作为就是演习啊 美国也只能演习啊 能够能够能够发炒弹去打敌人吗 也习表态 但是在这里 也是白症 但是这三艘驱逐舰 我来为大使补充一下 这三艘在他的演训期间 抄了很多相当复杂的科目 特别跟岸基以及空中的这个战机之间 海空连训的科目 复杂度却比以前高 另外还有跟其他各类型的舰艇 的组合的训练也很多 最重要是这一次 特别做了很多次的夜间的操演的科目 所以美军的很多的侦察机 到了晚上还是 黏在那里不敢走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 而且这不是进到一级战斗部署吗 对 他是一个就是这样宣称 但是你真正看门道 看他操演 做了什么科目 跟他对练的是怎么样 而且他照理操演的时间又如何 最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你越是找不到任何电池的信号 你会越焦虑 就是他表示他的发射管制 已经在电子做在这个层面 又做深入一层 所以这一次 整个让那个架势摆出来 恫吓力十足 冬克力十足 张博士讲 这个就是说演练项目当然很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时间 这一段时间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在做这个 这种大规模的军演 高强度 高战力 高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战力的 美国跟他的这个区盟邦 六月七到十八 勇敢之盾 过去都是在关岛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今年提升了 他基本上 现在正在日本操练 他是从这个菲律宾这样上去的 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什么荷兰啊 什么土耳其啊 什么这些军舰都经过台湾海峡 都是往往北南 都在日本集合 还没完呢 18号以后 六月十七到八月一号 对不起 太平 皇太军演又开始了 29国 然后呢 大概有40多艘舰艇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时间上倒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概念上其实说 你敢来 我就敢出面面对 我就是说 大家衡量一下 谁手上的家伙厉害 你055大区 说实话的话 你今天如果美国 不是派他的这个航母 另当别论 你如果以战舰来讲的话 你那个荷兰的战舰 你那个土耳其的战舰 你怎么比呢 因为现在欧美对于这个 他的贸易 贸易就是说伙伴 做的一些处置 基本上是违反国际贸易法的 所以他就不透过国际贸易法 因为对他不利 对他不利 他就单边主义嘛 对 那现在其实 我在WTO服务过三年半 现在WTO是大概全世界 最万坛的一个国际组织 因为他们被他的创始的国家 尤其欧美国家 完全怎么样 完全by pass 重要根本不通过他们 不过我们看国际贸易法 它是国际法的一环 不能用国内法的观念来看 它最弱的一环是在它司法的部分 也就是你今天违反了以后 你要有个司法制够来损判 最后来执行 来仲裁 那他这个就是说能够来裁决的 国际机构里面 国际法的领域 贸易法是发展的最发达的 它有一个真专解决机制 那这个大家愿意去采用 问题就是说他决定出来以后 你的你不能把这个国家抓去关 他可以让你这个国家采取原告 他获胜的 他认为你这个不公平的贸易措施 那你如果不改怎么办呢 你能把他的贸易部长抓到哪里去关吗 也不行 所以他会授权你一个相对报复 等量报复的一个权利 让你说你这个贸易措施 现在我认为它非法了 所以呢 他如果不做修改的话 你就可以做等量的报复 它造成你30亿美金的这个损伤 你也可以给他30亿美金的损伤 我授权你去报复他而已 所以这个通常就是说 这个程序已经大概一年多可以完成 因为你一开始他有一个程序 一开始你要滋商三个月 最后变成形成这个 大概绳成一个panel来进行审判 然后他只有二审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程序 就是对欧美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认为还不济集 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 如果说他这个很多 对中国大陆单方贸易制裁 这是也证实 刚刚这个张伯特在讲 他拿到WTO他败诉了 对 对 他是做法本来就非法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走单边主义了 所以就变成现在WTO 这个整个的体制 虽然是美国所创制的 可美国现在已经不用WTO的 这个体制 简单来说就是游戏规则是拟定的 可是当这个游戏规则 不利于你的时候 你就直接跳过这个组织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 看我们的哨棒 哨棒我们那时候每次打 跟去威廉波特打 打了三次冠军以后 美国又说 我这还叫世界杯 可是你们台湾不能来参加比赛 就是说 现在美国还在办世界杯 可是都是美国小孩子在打 那就是说 我的游戏规则 你现在破了我 你每次把我打败以后 那对不起 我就不跟你玩了 对 这就是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WTO现在整个的体制 说实话已经被 尤其是美国 大概把它基本上停摆了 那它的方式也很伏地抽薪 你的上述法院的法官 你现在已经认满了 要提名新的 他不同意 那你说为什么美国 一个人可以block 所有的process 因为WTO所有都是共识学 所以你共识学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国家反对的话 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打完第一审 你第二审上述 上述机构 你就没办法进行 因为他法官不够 所以就变成美国实质上 是已经瘫痪WTO的 那个整个机制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就美国的政策选择 基本上是走单边主义 然后拉着欧盟 一起跟他 就形成强大的这个 经贸的压力 来压制对手 我想他当然是希望能够 把他的这个应用性 跟其他的这种不同的 他这个鸿蒙以外的系统 能够怎么样能够相容 他自己本身发展的 这个就是说鸿蒙本身的APP 他现在已经有5000个了 那不断地在鸿蒙系统里面 让他增加他的可用性跟功能性 不过就是说 整个来讲 现在鸿蒙系统 在中国大陆 今年的第一季的统计 他的使用的这个人数 已经超过了 第一次超过苹果 苹果是大概是第一季 大概是16% 苹果的iOS 红蒙是17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市场超越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这两个16 17加起来 一个是第二名 一个第三名 第一名是Android 第一名事实上 他拿了68%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 他必须要想办法 要增加他的可用性 那大概就是说 现在鸿蒙基本上 他就是说 基本上他有一个 万物互联的观念 他有一个1加8加N的 这样一个概念 1的意思就是手机 这个8的意思是什么 8就是所谓的荧幕 各种平台 那现在这种平台的话 基本上你就 这种电视也讲 平板 手机 现在还加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是什么 就是汽车 车用的这个 整个这些 内部的这些智慧 智慧的装置 车联网 车联网 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 很多这些 不管是 这个电子通信业 它为什么要进入到 电动车业 很重要一个原因 因为将来你的整个系统 你能不能跟车子 能够相容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很快就会成为事实 所以小米为什么要投入 那为什么Apple在十年前 就考虑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华为 有自借 问借 这些汽车 所以都是希望能够 它的这些 它的载具 能够更多了 那华为 我觉得它基本上 它目前在全世界 鸿蒙系统来讲 它从去年 增加了一倍 那事实上的话 也不过从全球的2% 增加到4%而已 那还是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最主要 它能不能够 就是说 能够能够胜出 最主要它的载台的数量 就是说你载台的数量 你的那个终端装置的数量 够的话 你这个系统自然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打 你不可能靠系统 来打开你的市场 你要必须靠你的 这个终端装置 来让你这个系统 能到让人家熟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前景 可是我觉得会蛮辛苦的 会蛮辛苦的 中国大陆海警局 在日前发布的 海警第三号令 就从今天6月15号开始 实施依据2021年 海警法所制定的 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简称海警三号令 让大陆海警在海上的执法 多了强而有力的法源依据 但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特别讨论 我们整理了 包括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 大陆海警可以在认定 在大陆所属管辖的海域 扣押 涉嫌 非法进入大陆领海的 外国船只 以及人员 第二呢 就是不需要经过审判 就可以拘留 涉嫌非法侵入者 30到60天 第三 是大陆海警 可以有权要求 登船领检 在大陆认定的管辖海域里面 所航行停泊或作业的传播 当然这也引发了 是不是会单方面的 破坏区域和平行为的争议 目前看到台湾方面 已经有外交部 还有海巡署 发声表达关切 当然首当其通的 就会是台湾 第一线在执法的海巡人员 所以先请教静哥 面对大陆这一道 海警三号令 您觉得在海上 到时候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以及特别要小心 有哪些问题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 人家有政策 我们就应该要有对策 海委会应该要提供 非常明确的政策指导 给海巡署 那海巡署 他必须要了解 哪些是他必然要做的事 哪些是他绝对 不要去做的事情 同时要透过教育 全民而且相关的业者 以及在海上工作的 这些业者 提供他必要的资讯 跟知识 这可以透过进出港 安检的作业之中 然后进行宣教 但是也必须 政府其他的部门 因为我们知道海洋的事业 其实是涉及到 很多不同的部会 比如说对于渔民 你应该透过渔业署 那是隶属于农委会 对于渔民说明相关 大陆的政策跟法律 对于出去了观光的海吊船 或者说海上油气的活动 那你应该透过交通部 就是航证跟观光的单位 来做这个 那同样的打铁要靠自身艺 因为这些所有 是根据海警的执法 那我们也知道 两岸之间也有很多 非法的海上的活动 比如说偷渡 对不对 他们的行话叫做做筒子 对不对 这边犯了罪 然后到对岸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不要让人家有话讲 所以我们要加强 查其所有的非法的活动 总而言之 事情要做的很多 相关的首长 要真正要有肩膀 去下达政策指导 而不是随便在脸书贴 你们被打趴是活该 你们被打趴是应该 这个打击士气没有用 你要拿出来真正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让人家了解 政府的立场就是什么 但是政府现在外交部也好 或者说是海巡署 这样去发布这些政策立场 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重点是 我们是政府是服务民众的 民众了不了解 对不对 我们要让民众 不要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然后产生这种摩擦 假如你不去教育民众 不去说明这是政府 事情的准则 就是实际上在海上 万一两方遭遇的时候 像您刚提到的重点 哪些要做 哪些不要做 因为这个会升高局势 那像看到大陆在先前所宣布 2024年度 南海地区的禁余力 也在6月15号这一天正式生效 要长达四个月 上海交通大学海事研究副教授 郑志华 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许瑞林他们就分析说 新的规范指导方针 可以成为法律文件 而实施与否取决于政治因素 而非法律因素 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有法源 但这个问题恐怕得用政治来解决 现在看到大陆方面是 海警在前 海军在后 最近看到解放军南部战区三艘海军 这个万顿局 万顿大区 包括画面当中 右下方我们所看到的055型的飞弹驱逐舰 像是尊义舰 咸阳舰 还有延安舰 那么搭配了052型的这个飞弹驱逐舰 在南海进行了实战化演训 所以中方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面 先让法律到位 接下来呢 后面再配合军事的施压 连美国国务院方面都已经发表这个谈话 说呢 这个担忧执法将会大幅的升级局势 现在看到面对大陆出招 那首当其中单也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怎么接招呢 大使 菲律宾要看美国下什么指令 他要怎么接招 看美国怎么讲 对啊 我想美国基本上还是尽量避免冲突吧 对 这个很多就是 就是施压的形式 如果施压施到破局 那施压也没有用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最近大陆这个三艘 这个055大区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它三艘通常到一个海 到一个区域 通常都是055的话都是单独出巡 要不然就是跟着这个大陆的航母 它做护卫舰 那三艘集中在南海 做一个军演 时间也蛮长的 是 这是前所未见 当然我们张博士应该更清楚 而且他除了搭配它还有052 这一系列的这些 最新的舰 这个好军舰在里面 你知道055一艘军舰 它就112个就要垂发 那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装进去 你舰对空 舰对舰 舰对地 那 进入全方位 进入全方位啊 你比如说那个英级21的话 你可以装这个战术线和导弹的 弹头啊 你的射程起码1500公里啊 而且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这个所谓的超高音速的 最后这个最后阶段是死马赫的 所以这个三艘放在一起 这个真的是 我想如果专门针对菲律宾的话 我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我现在美国方面就是听到说 除了表达关切以外 您觉得他们会有实际的什么作为吗 实际的作为就是演习啊 美国也只能演习啊 能够发炒弹去打敌人吗 演习表态 也是白症 但是这三艘驱逐舰 我来为大使补充一下 这三艘在他的演讯期间 抄了很多相当复杂的科目 特别跟岸机以及空中的这个战机之间 海空连训的科目 复杂度却比以前高 另外还有跟其他各类型的舰艇 的组合的训练也很多 最重要是这一次特别做了很多次的 夜间的操演的科目 所以美军的很多的侦察机 到了晚上还是黏在那里不敢走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 而且这不是进到一级战斗部署吗 对 这是这个就是 他是一个就是这样宣称 但是你真正看门道 看他操演 做了什么科目 跟他对练的是怎么样 而且他到底操演的时间又如何 最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你越是找不到任何电池的信号 你会越焦虑 就是他表示他的发射管制 已经这个在电子作战这个层面 又做深入一层 所以这个这一次 整个让那个架势摆出来 恫吓力十足 恫吓力十足 张博士讲这个 就是说演练项目当然很重要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时间 这一段时间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在做这个 这种大规模的军演 高强度 高战力 高战 高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战力的 美国跟他的这个区域盟邦 六月七到十八 勇敢之盾 过去都是在关岛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今年提升了 他基本上 现在正在日本操练 他就是从这个菲律宾这样上去的 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什么荷兰 什么土耳其 什么这些军舰都经过台湾海峡 都是往往本来 都在日本集合 还没完 18号以后 六月17到8月1号 对不起 太平 皇太军演又开始了 29国 然后呢 大概有40多少舰艇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时间上倒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概念上 其实说你敢来 我就敢出面面对 我就是说大家衡量一下 谁手上的家伙厉害 你055大区说实话的话 你今天如果美国不是派他的航母令当别论 你如果以战舰来讲的话 你那个荷兰的战舰 你那个土耳其的战舰 你怎么比呢 刚刚也讲到说美国方面表达关切 特别强调说中国大陆的国内法 并不适用于他国专属经济区 或是公海当中悬挂他国国旗的船舶 所以执行这些法律 就从今天开始要执法的话 恐怕会大幅升级这个区域的局势 所以国务院也进一步的呼吁说 敦促北京以及所有南海主权的声索国 所提出的海事主张 必须跟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 所体现的国际法相符 现在扳出了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 那么就能够应对现在这整个升高的局势吗 因为刚刚特别强调了 两位教授我们刚刚所提到 已经说这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从这一点 他在今天提出这个新的措施 他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那除了军演 其实我们在台湾已经习以为常 那以前其实很多国外的友人都问我说 你们台湾安不安全 然后就回他说 我们甚至听说有人包渔船去看飞弹 那我们就觉得说 原来台湾是这个样子 但你看在今天提出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回到海洋法来说 那从一开始主张的自己的领海 从三里变成后来的十二里 那甚至经济海域两百里 但在这个背后的目的 我觉得有可能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在主张 他们包含钓鱼台 他们叫钓鱼岛 日本叫间隔主岛 以及南海部分的海域 他们的主张性跟正当性 那在这当中 其实也会去牵扯到 我们周围的邻居 比如包含日本和韩国 针对主岛之间的主权 那其实我觉得会变得把现在国际的氛围 弄得非常的混乱 那他在后面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去拉拢谁 然后一起去排挤谁 那是不是能从美国的这一个 岛链的这个 这个思维里面去突破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其实就要看 像刚刚大使听点到的 美国方面相对应 他会如何的回应 美国自己不是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 美国从三海 他搬出海洋法 美国他的这个规定 他的领土的变更 要经过参议院的规定 美国从三海里到十二海里 是单方面行政当局 就发了一个这个声明 然后来扩展到200海里的 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也是发个声明 那个基本上来讲是 就不合法的 他的参议院从来就没有同意 他延伸到十二海里 但是强权 拳头大就是公理 实力会说话嘛 对啊 他又把它端出来了 来 江老师 我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看到最近 马上就要卸任的 这个AIT 美国再来协会的处长孙小雅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说了 说台湾民间公司 要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 必须先达到美国的标准 大家就很好奇是 孙小雅所抛出这个美国的标准 您怎么解读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说 前一阵子肖副总统 在美国国会山庄的一个论坛里面 用影音发表说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供应链 能够进入到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工业战略 的一个供应链的安全会议吧 简称就是SOSA 我去看一下里面的会员国 有点像是大同盟的感觉 其实有17个国家 这17个国家他就是负责去提供跟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军事的武器采购或者一些相关的维修 那今天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就可能是说 是不是台湾要去符合美国的这个样子的标准 那甚至说有可能因为我们为了加入这个东西 会不会要求我们的供应链往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但是可能不会明说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联盟的里面 他有讲说我们要去希望能够在联盟的这些17个成员里面 能够互相去做支援 那甚至暂时的时候能够优先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伙伴 那往好处想其实是台湾如果加入这个东西 其实就可以取得一些他们相关的一些技术支持 那甚至是他们的一些订单 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视为是美国的盟友吗 这有这么单纯吗 来 金哥补充一下 我想应该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为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是台湾这个就是这个国防产业工会 这个国防产业协会 从这一开始就在这边游说 从2018年开始每年的上半年度 都会举行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所有游说的就是不断的希望 就是能够拉生意 美国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军备的生产 我们加入这些这个整个供应链 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是相应不理 但是呢COVID-192020年开始严重的打击美国国防 这个军备产业的生产 现在是根本就是完全失去状态 要不然不会说我们对这个对美军购 有欠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给我们 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加入这个供应链 不是那么简单 基本上有四个重要的关卡 第一个你必须遵守 这美国输出管制的各项的要求 这个法令之中有很多我们政府的法令 你必须要配合修改 第二个我们要落实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 否则的话技术转移根本就不可能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产业之中 对于资讯安全的保护 尤其很多在处理这些东西 都必须是要求独立的作业的网络 不能连接到网级网络 最后一个就是人权人员的查和安全的保密 假如说你今天某一个产业 你有这个产业集团有20家公司 8家有两个兄弟 8家在这个大陆盈域 12家在台湾盈域 我跟你讲你做梦都不要想加入这个链 你必须完全跟大陆完全是要隔离 那不是完全跟大陆隔离 你连到越南设厂 到北韩设厂 到某些争议地区设厂 或者有这些交易活动都不行 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必须要站边了 OK 不不仅是站边你要非常的就是干净才行加入这个东西 说到中国大陆其实在G7的领袖峰会 在最后一天的会谈 聚焦的各国就把这个焦点放在中国大陆 像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就提出警告 他表示说中国大陆呢 以国家大规模补贴工业的这种模式 是世界所无法接受的模式 叶伦强调 中国不能假定世界其他国家 会以伤害自己国内产业为代价 迅速吸收庞大的过剩产能 所以叶伦甚至扬言要制裁中国银行 理由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的银行业者 与俄罗斯往来 但有两个问题就是又扯到了 这个中国大陆产能过剩的问题 央及全球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有银行往来 但如果这些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 比较中小型的银行 他不做国际金融往来的话 你要怎么制裁呢 我先问一下靳哥 继续请教您是向来给人 这个感觉比较温和的叶伦 为什么态度这个时候非常的强硬 跟选举有关吗 因为这是经由 就是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 所定调的政策 对外的论述都必须及时 即使我认为就叶伦而言 他当了一辈子 这些经贸金融的教授 这些话是完全违反经济原则的 产能过剩 我今天生产东西要是没有过剩 我哪有多的东西来卖给你 我自己的市场都不能满足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今天有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的 按照西方的论调是 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然后国内的需求又 能够输出就是因为有产能过剩 假如我自吃都不够 我还要哪有多东西卖给你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是西方世界未战 就对自己的产品缺乏自信 而且这是违反经贸的原则 跟经贸的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继续请教大使说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西方不断强调说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 所以呢 现在不断的是不是 寄出保护主义 然后呢寄出关税 欧美为什么现在动不动 就寄出关税 不是本来有这个WTO 可以作为一个协调的机制 可是也看到WTO 现在的功能是逐渐的弱化 您怎么看呢 如果只是寄出关税 那当然你寄出关税 我也可以寄出关税 大家就这样互相来报复来报复去 为什么舍弃谈判不用呢 因为现在欧美对于这个 他的贸易贸易 就是说伙伴做的一些处置 基本上是违反国际贸易法的 所以他就不透过国际贸易法 因为对他不利 对他不利 他就单边主义嘛 对 那现在其实 我在WTO服务过三年半 现在WTO是大概全世界 最万坛的一个国际组织 因为他们被他的创始的国家 尤其欧美国家 完全怎么样 完全bypass 重要根本不通过他们 不过我们看国际贸易法 它是国际法的一环 不能用国内法的观念来看 它最弱的一环在哪 在它司法的部分 也就是你今天违反了以后 你要有个司法之构来损判 最后来执行 来仲裁嘛 他这个 就是说能够来裁决的 国际机构里面 国际法的领域 贸易法是发展的最发达的 它有一个真专解决机制 那这个大家愿意去采用 问题就是说 他决定出来以后呢 你的 你不能把这个国家抓去关 他可以让你这个国家 采取原告 他获胜的 他认为你这个不公平的贸易措施 那你如果不改怎么办呢 你能把他的贸易部长 抓到哪里去关吗 也不行 所以他会授权你一个相对报复 等量报复的一个 一个权利 让你说 你这个贸易措施 现在我认为他非法了 所以呢 他如果不做修改的话 你就可以做等量的报复 他造成你30亿美金的这个损伤 你也可以给他30亿美金的损伤 我授权你去报复他而已 所以这个通常就是说 这个程序已经大概一年多可以完成 因为你一开始他有一个程序 一开始你要智商三个月 最后变成形成这个 大概绳成一个panel 来进行审判 然后他只有二审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程序 就是对欧美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现在认为还不济集 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 如果说他这个很多 对中国大陆单方贸易制裁 这是也证实 刚刚这个张博士在讲 他拿到WTO他败诉了 对 他做法本来就非法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走单边主义 所以就变成现在WTO这个整个的体制 虽然是美国所创制的 可美国现在已经不用WTO的这个体制 简单来说就是游戏规则是你定的 可是当这个游戏规则不利于你的时候 你就直接跳过这个组织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看我们的哨棒 哨棒我们那时候每次去威廉波特打 打了三次冠军以后 美国又说我这还叫世界杯 可是你们台湾不能来参加比赛 就是说现在美国还在办世界杯 可是都是美国小孩子在打 那就是说我的游戏规则 你现在破了我 你每次把我打败以后 那对不起我就不跟你玩了 对这就是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WTO现在整个的体制 说实话已经被 尤其是美国 大概把它基本上停摆了 那它的方式也很伏地抽薪 你的上述法院的法官 你现在已经认满了 要提名新的 他不同意 那你说为什么美国一个人可以block 所有的process 因为WTO所有都是共识角 所以你共识角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国家反对的话 你现在打完第一审 你第二审上述 上述机构你就没办法进行 因为他法官不够 所以就变成美国实质上 是已经瘫痪WTO的 那个整个机制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就美国的政策 选择基本上是走单边主义 然后拉着欧盟一起跟他 就形成强大的这个 经贸的压力 来压制对手 听起来跟在联合国类似的状况 也蛮类似的 那中国大陆现在要度过一个新的贸易挑战 因为现在几乎是要围堵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除了一方面要对外积极交涉以外 国内经济也必须要足够的底气 我们来看世界银行他们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 画面的右方我们来看 2024年中国大陆GDP增速是4.8% 比先前预测上调了0.3个百分点 另外像是知名的机构穆迪 他们也由原先4.0调到4.5%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原来4.6调到5.0 纷纷上调 2024年中国大陆GDP是因为观察到 或者是掌握到什么样的现象或者是数据吗 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们单从房地产来讲的话 其实各位看到5月17号大陆推了一个新政 就是要把以前前一阵不是大陆的房地产到处爆雷 到处泡沫化吗 他们其中就是希望把一些所谓卖不掉的房子 变成类似台湾的社会住宅 那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要降低青年人买房的首付 这是517新政 然后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在6月8号李强在主持那个国务院的会议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提到房市的部分 那他其实大概四个重点 那我大概在这边念一下就是要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的工需的变化 那再来就是说要去研究如何去库存稳市场的一个政策措施 那就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把握扎实推进 这非常共产党式的文学 那再来就是完善市场跟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 那说实在的这其实也是在回应说 其实就表示说大陆的房地产真的不是那么的看好 一旦房子脱离实用的状况变成一个投资性产品 那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那像大陆就会有用个做法叫做涨价来去消库存 那涨价消库存是什么 理论上房市不好 应该要降价让大家鼓励刺激消费购买才对啊 但是涨价的话就是你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金融商品的属性 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你今天不买明天你就涨到买不起 就像现在台湾去熊本一样 以前巨洋厅可能一瓶台湾一瓶是20万日币 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万了 那就会变成一群人疯狂的去炒地皮 那就会现在是变成这样 因为毕竟房市的价格又是挂钩GDP 不过最近您讲到说政策方面 我看到他推出一些政策工具 其中有一个是人民银行通知说 取消全国层级首套房屋 还有第二套房屋商业性个人房屋贷款利率的下限 那这等于就是说全国城市都取消房贷利率的下限 也就是说原本的最低房贷利率 以前可能有个下限 但现在没有了 就是看银行怎么定 这其实对买期应该是有激励的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 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大陆已经要慢慢歸别 这个一年来有关于房企债务上的问题呢 这又回到说大陆最近又出了一个政策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地区的房子 三年内你的库存太高 你政府是不能卖地的 可是有些地方在很差的政府单位 或者是一些县级市地级市 他就是在靠这个卖地去赚自己的财政 那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在里面 OK好 现在进到了AI人工智能的大时代 那么就来看Google推出的人工智慧引擎 Gemini 它也是一种AI的中文版的这个助理呢 最近根据外媒的实际测验 在回答中国大陆的相关敏感议题的时候呢 Gemini所给出的答案是高度契合了北京的官方论述 来访问这件事情 而这项测试结果当然也引发了美国众议院 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议员 叫做克里什·西木纳的关注 他就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应该要加强过滤训练AI的资料 但是我们都知道AI其实就是大量的学习 它是自主学习 你给它什么资料它就学习什么资料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看到 因为在简体中文的网路上面的资料量实在是非常的庞大 那请问一下老师是说 AI学习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被这些资料影响 因为现在看起来未来AI发展是大趋势 大国之间的AI话语生成权的争夺 你怎么看 说实在现在提到的AI 其实目前现在题目讲的AI 其实是语言型的AI 那它其实就是靠着去网路去爬文章 因为可以看到这一个是Google做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微卵做的 那他们就是靠着收集 网路上的资料拿去 然后来去做学习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丢什么东西它就吐什么东西 那大陆非常好玩 就是说国外的收得到大陆的资料 但是大陆的收不到国外的 大陆国内收不到国外的资料 所以变成说他们自己生成的 他们自己的AI系统会非常的干净 非常符合党的意志 然后因为讲中文的内容 基本上就只有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 然后繁体中文的资料数 又远远少于简体中文 这就是会爆出像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中文院用自己的开源的系统 做一个类似 拿了一个计划小小的 然后去打说中文民国总统是谁 然后就跑出习近平 所以发生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毕竟你讲中文资料 还是以繁体中文为大众 可是因为这是Google啊 就是因为Google的AI的中文版 Google AI可是问题是 你在网机网路上 你收中文东西 不不不不大陆的东西你都收得到 所以就以量来讲的话 就是以中国大陆这边的 简体字版的资料 远远会大于台湾这边 我们讲说繁体中文的 简体中文跟繁体中文 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避免被边缘化 所以在去年那时候的政委监委 今天国科会主委吴振中 就有推出自己的所谓的 叫做类似台湾的主权性AI 叫做TIDE 那它的语言模型 就是用我们自己台湾的资料 然后去做训练 包含我们的所有的教育部的内容 或者是我们一些点击 或是一些我们的什么录啊 完全就是让它在一个台湾 所有内容的一个环境下去 把它建立出来的语言模型 那现在这个语言模型 其实是有开源给政府部门 跟一些民间的人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目前台湾的话 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做 自己的一个AI的语言模型 OK 还是说有一个方法是这个 把台湾这边大量的繁体中文资料 把它简体 就是转换成简体 成为集中输入的资料也行吗 会不会是这样子 靳哥我进去请教你 是因为在中国大陆 自己的AI发展上 我进去要来看的就是呢 国际数据资讯公司 IDC 他们发布中国大模型市场主流产品 评估2024这份报告 那么他们从基础能力到应用能力 总共有七大维度 对11家大语言模型厂商的16款 市场主流产品做了实测 结果百度的文心译言 是位在第一梯队 是唯一一家在七大维度 都获得优势的企业 那相对之下 我们所熟知的OpenAI的Chat GP54 只获得了五项优势 你觉得文心译言 为什么能够表现得 这么的脱颖而出 它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心译言 跟其他外来的这个AI的软体之中 文心译言是整个中文世界 是它主打的市场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中文世界在这个就是 言语表达 是反映了你的理则跟逻辑 跟其他方面有差异性 然后中文这个思维的复杂的程度 跟中文这个语言结构的深度 其实就是你必须要锁定 然后专注才能发展得好 所以这个文心译言 在发展的历程之中 不光是只有学自然科学的工程师 他其实也聘用了很多 这个学语言学或者学文学 还有这方面的社会科学的人 一起来参与 再加上你要了解 就是说现在会用这些东西 他都必须一定是有一定的基础教育程度 所以根据基础教育程度 来设计他的语言 反映跟去搜寻的资料 这个方式是合理的 我们看看那个动物农场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说很多的那个 就是讲说怎么样去思想教化 去控制这个人类的思维 那个确实是可以做到 包括在现在的社群媒体也是如此 对啊 所以就是说大家蜂拥而上 然后把它带风向带潮流 这是可能的 而且再加上人类的意识形态 本来就是三个方面形成的 家庭的教养 学校的教育 跟社会的教化 所以你今天要说是你期待AI 去讲出一个就是高超的智慧 然后去就是完全打破大家的偏见 然后找出真理 对不起啊 他不是另外一个上帝啊 对不对 你哪个水晶球都不一定能找到真答案 其实OpenAI它的逻辑是 比如说我问中文 它是中文变成英文思考 回英文再翻译成中文再回 还给你 所以你的 就觉得它的用语会 就是哪里卡卡怪怪的 OK 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的中文的复杂性 因为我们是所谓的Town Language 我们有音调的 哦 这个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跟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对 自观的一样 音调稍微有差别 就像你说 更新跟更新 其实就有不同的这个 语意了 今天对的AI 你跟他讲 妈妈妈妈 他可能想破了脑袋 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但我们啊 听中文的一下都知道 妈妈妈妈妈 所以未来在AI时代 其实接受资讯的 就是每个人 其实识别能力 必须要再加强 那说到科技方面 华为鸿蒙作业系统 到今天已经发展 将近有五年的时间 最新的进展是 6月21号 要推出原生鸿蒙版 就是Harmony OS 搭配开源鸿蒙 Open Harmony 所组成的华为大鸿蒙计划 这个大鸿蒙计划 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能不能够让鸿蒙系统的发展 就是超越现在包括其他 尤其是美国的科技 大使怎么看大鸿蒙计划 它背后的产业战略思维 我想他当然是希望能够 把它的这个应用性 跟其他的这种不同的 它这个鸿蒙以外的系统 能够怎么样 能够相容 他自己本身发展的这个 就是说鸿蒙本身的APP 它现在已经有5000个了 那不断的在鸿蒙系统里面 让它增加它的可用性跟功能性 不过就是说整个来讲 现在鸿蒙系统在中国大陆 今年的第一季的统计 它的使用的这个人数 已经超过了第一次超过苹果 苹果是大概是第一季大概是16% 苹果的iOS 然后鸿蒙是17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市场超越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这两个1617加起来 一个是第二名 一个第三名 第一名是Android 第一名事实上它拿了68%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它必须要想办法 要增加它的可用性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鸿蒙基本上它就是说 基本上它有一个万物互联的观念 它有一个1加8加N的这样一个概念 1的意思就是手机 这个8的意思是什么 8就是所谓的荧幕各种平台 那现在这种平台的话 基本上你就这种电视也讲 平板 手机 现在还加一个新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就是汽车 车用的这个 整个这些内部的这些智慧 智慧的装置 车联网 车联网 这一部分也就是说 很多这些不管是这个电子通信业 它为什么要进入到电动车业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将来你的整个系统 你能不能跟车子能够相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很快就会成为事实 所以小米为什么要投入 那为什么Apple在十年前就考虑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华为有智借问借这些汽车 所以都是希望能够它的这些 它的载具能够更多 那华为我觉得它基本上 它目前在全世界鸿蒙系统来讲 它从去年增加了一倍 那事实上的话 也不过从全球的2% 增加到4%而已 那还是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最主要它能不能够就是说 能够能够胜出最主要它的载台的数量 就是说你载台的数量 你的那个终端装置的数量够的话 你这个系统自然 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打 你不可能靠系统来打开你的市场 你要必须靠你的这个终端装置 来让你这个系统 能到让人家熟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前景 可是我觉得会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现在已经不再是车子了 它是一个大型的 就未来甚至可能是一个超级电脑 它就是一个终端 那张老师又怎么看说 因为当然现在说到的科技 是全 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态势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 那您觉得华为的鸿蒙会如何突围呢 如果单看鸿蒙系统 再把它细看成只看手机的话 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有困难 那为什么 是主要是因为品牌 那大陆其实很多人 虽然说是口中说爱国 但是实际上是用苹果 那其实大家还是觉得 苹果它是个好东西 它是个奢侈品 拿着就是特别有面子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对他们的手机的发展 高端的手机发展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难 跨越的一个地方 那再加上如果单看手机是这样 那如果再回到刚刚大使说的 你如果把它变成整个 智慧家电 车联网 跟我的手机通讯 全部绑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又要用另外的方式去做解读 那我是觉得目前的话 它可能只能去取代掉部分的安卓系统 然后来去做自己日本 对不起 自己中国的品牌 目前是这样 未来就是1加8加N像大使讲的 这是一个宏远的vision 就是一个愿景 金哥怎么看 补充一下 我觉得这个任何的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商品的市场之中有一个原则 就是数量证明了质量 这个东西能够大卖 就代表它质量到达一个这个程度 但是假如说真正想扩大这个 因为你那个市场越多 你要这个东西力滚力 然后再加上要满足这个市场 自然会增强你的竞争力 那与其现在所有的很多的报告 都是仅限于整个中国大陆市场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用高端的手机 不是每一个都要用这个复杂的系统 那未来这个经由一带一路 进军南亚或者非洲或者中南美洲 其实那个市场也在这边期待 因为他们自己的科技的发展能力 所以说现在这个是基本上是 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欧美在对决 但事实上是在争取第三世界的市场 谁能 因为不要忘记第三世界的新兴经济体 他们的环境也在改善 为什么要经由金砖 对不对 所以说G7在往下走 而其他的在往上走 这个时候谁能够真正把新兴市场给占住 谁就赢了 对中国大陆来讲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利基 第一就是它有足够大的市场可以来做相关的试验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 他谈到他在就职演说当中的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两岸论述 那么赖清德特别强调说 这是根据事实的陈述 完全没有挑衅的意思 他还说自己也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论调的人 因为包括了蔡英文马英九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提过互不隶属的立场 但是马英九特别透过他的办公室发言回呛 说马英九当时的论述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而且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批评赖清德是在玩文字游戏 想要偷渡新两国论 请教大使 赖清德 马英九版本 他们现在都 因为赖清德说 马英九也讲过互不隶属 可是赖清德跟马英九所说的互不隶属 到底有哪些不同 我想大不同 大为不同 马英九基本上他是在这个 就是说寻求两岸终极统一的前提下 谈这个问题 那谈的是当时状况现实下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那不过他的前提 是由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为什么这个很差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基本上 他的前言里面写的就是说 在国家未统一之前 那么中华民国分成两个地区 一个大陆地区 一个台湾地区 所以他有统一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那赖清德完全没有统一的前提之下 谈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完全两回事 对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马英九讲的是什么 他事实上是这样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当然要把中华民国这个存在的事实 他要讲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事实上就表示了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但是不否认治权 这就是一国 这就是九二共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进一步的表述 那你要谈九二共事 要谈终极统一化 你就谈的话 这个就是顺理成章 那问题就是赖清德 既不谈不接受九二共事 也不承认九二共事 也不谈两岸的终极统一 那就变成就是说 那你要跟 你是硬要把马英九拉下来 马英九当然觉得很冤 不过我是觉得 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赖清德 会把马英九拉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怪不得 那个肖续成就 肖续成就发火了 他说 他跟赖清德 他说 你如果有本事 你就宣布台湾独立 不要对外国人 在外国人面前 把一些要玩文字游戏 也就是说把台独 在外面包着一个 中华民国的外衣 是这样子吗 借格上市 对 这是相当像大使讲到说 所谓的主权跟治权 双方的认定的问题 那当然针对马英九办公室的回呛 这个民进党方面 就看到他们的发言人戴伟山 则是说呢 马半才是在玩文字游戏 好像创造出了一个平行宇宙 完全脱离现实 戴伟山也进一步指出说 根据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之后 所做的一个民调来看 超过六成到七成的民众呢 是赞同赖清德所主张的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反观马英九曾经公开表示 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 才是备留台湾主流民意 在台湾内部感觉上面 好像现在变成是一个中华民国 各自表述的一个情况 靳哥那你怎么看呢 因为他们也拿出了民调说 这才是台湾主流的民意 我其实觉得没有一个人 可以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要做这种调查 看他问的问题是怎么来问 而且我们的深斗小迷 现在关心的是一百块钱 能不能还能买到便当 还是便当都能超过一百块钱 对不对 你们今天都在这边讲这些 政治的论述文字的游戏 我可以讲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给各位提 就是说 这个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南美互不隶属 到最后只有一个美国 民主德国东德 跟联邦德国互不隶属 到了最后只有一个德国 越南共和国跟越南民主共和国 互不隶属 到了最后只有一个越南 所以今天你讲 假如按照现在历史的战态 你可以去讲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 但你要上面加一个帽子 但是他们都同属一个中国 这个就对了 但是我在 听我把这个讲完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赖金德在就职演说中讲了一句话 说你不能为了政权就放弃主权 那我现在要问赖金德总统 请问一下你对于大陆的主权 还有没有坚持 你是不是为了维系你现在在台湾的政权 你就放弃了对大陆的主权 这个历史之中有其站态 也有其恒态 我刚才讲的这三个都是分裂国家 但是最残酷的事实是什么 谁最在那边强调 说我们互不隶属 东德的河内克 你知道还有呢 这个就是当初 我忘记是哪个越南的总统 南越的总统 在我们跟北越互不隶属 然后你不要忘记 当初河内克去访问西德的时候 联邦国防军都接受阅兵 对不对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讲 东德跟西德互不隶属 都认为可以永久分裂这个国家 但是呢 这个当时科尔出来讲 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屋顶下 我们绝对没有放弃这个统一德国 我顺着您的这个回应 因为就让我想到说 九二共识曾经是两岸最大公约数 但是后来也被大家说 那现在都丢到历史去了 可是又看到在对岸 曾经抛出了 这个前一阵子抛出了民族的认同 那所以这个僵局怎么解呢 这个僵局又叫靠 这个就是大家嘛 所以我就讲今天 政治人物讲半天 不如实际就是 深斗小民顾虑他的生活 你去做这些民调 都是在那边自我安慰 对于深斗小民而言 谁能够 第一个最大的共识 全台湾 不要打仗 这是最大的公式 这是 他去做个调查 谁要打仗 我就不相信有超过3%的人 全都要打仗 最近这个观光业者在问的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团 对吧 每个人关系都不同 但是最大的一个公式 是两岸不要冲突 对岸也是如此在强调 但是未来的政治的发展 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决定 也不是我们主观的意愿 因为有他客观的条件 所以与其每天在这边把政治 搞成是修辞学 不如好好搅大实力 把日子认真的过下去 我们接下来看 最近这个也是两岸的重点 海峡两岸论坛大会 简称海峡论坛 那么也是15号正式的开幕 今年是以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作为主题 看到海峡论坛作为会的办公室副主任 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陈志勇就表示说 要推动示范区朝更深层次迈进 也看到听到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在致辞的时候再度的谈到了 更多台湾同胞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 对照在之前呢 听到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他喊话说希望对岸能够让海基会中阶的人员 用混团的方式来加入这个团 然后到大陆去关怀台商 能够踏出两岸两会恢复互动的第一步 所以有看得出来说 两岸的关系现在有在寻求 恢复交流的一个契机吗 华夏老师你有看到吗 其实我觉得两岸关系要如何恢复 我觉得双方应该说 主要的发球权目前还是在中国的手上 那基本上台湾也开始开放陆生了 但是陆生来不来也是要看大陆让他们来 那开团也是要看大陆愿不愿意开团让他们来 那虽然说以前是在COVID的时候其实有进陆团 但是现在应该也开始我们也欢迎他们来 但是来不来其实还是取决于大陆中国他们那边的态度 OK 像江老师讲说 现在发球权在对岸的手上 我们也看到他发了几次球了 跟卫视 台湾这边没有接球 不接就是不接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这个目前这个 蔡英文的政府的这个到目前的对他 賴心得 我是说从蔡英文政府开始到现在 就是说大陆人民到台湾来是大陆的海外人民可以来 大陆的本土人不能过来 也就是说大陆人民他如果有海外的这个 永久居留权 或者说在外国 正在这个有学生的身份 他可以申请来 其他一律专案 包括你这个几青等 你是来开会一律专案 那很多都审核很严 都过不来 最近胡哥来了啦 不是 你老是在讲一些 会声会影 第五众队 然后要去监控人民如何如何 这怎么可能嘛 你每天在那边释放负面的消息 我告诉你 我在今年的端午节就发现第五众队 我把五个粽子放在一起 称为第五众队 你的粽是那个粽子的粽 对 第五个 五个粽子放在一起 第五众队 我就讲啊 你每天在那边移神移鬼 然后动不动去扣帽子 然后对着人家来的人 你也不是特别的友善 我觉得王沪宁讲了一句话 你要我们学生去 那你们对我们学生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讲到说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还与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